大家好,欢迎来到西门子电器和自动化全球客户服务中心。 在本教程视频中,我想向您展示如何查看7SJ686的测量值。 按菜单键选择测量按右键,选择一次运行值,按右键。 一次运行值包括三箱电流IA、IB、IC, 零续电流测量值IN,零续电流计算值3I0,正续电流I1,负续电流I2, 三项电压UA、UB、UC,三项线电压UAB、UBC、UCA, 零续电压测量值UN,零续电压计算值U0,正续电压U1,负续电压U2, 任意相电压UX,同期电压USIN,有功功率P,无功功率Q, 是在功率S,功率因数PF,频率F。 按退出键选择二次运行值,按右键,可以查看相关的二次运行值。 按退出键选择运行值百分比,此百分比为当前运行值与额定值的比。 按退出键选择保护运行二次值,查看相关保护运行二次值。 按退出键选择协波值,可以查看多次协波的含量。 按退出键选择电度量,查看正向有功、正向无功、反向有功、反向无功、有功脉充电度量及无功脉充电度量等数据。 选择正向有功按确定键,输入密码0000006个0,按确定键,一直手动输入9,可以查看该值的最大值。 选择有功脉充电度量,按确定键,一直手动输入9,可以查看该值的最大值。 感谢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请不要忘记扫描二维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,更多有趣的信息等着您。 如果有问题,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150-6060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